hello大家好 我是财经学伦 ETF这两年很热门 台股ETF的收益人数超过500万人以上 气势都要打趴基金了 投资ETF的你你你你你 你会不会觉得说 现在怎么还会有人想要投资基金 而且这里面有不少人都知道说 投资基金的成本比ETF还来的高 但是他们都还是心甘情愿去投资基金 这是为什么呢 这集学伦就要分享我自己投资基金 跟ETF的实际经验 跟大家分享 这两种投资工具 他们的差异点在哪里 还有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希望能够让投资朋友 能够去找到适合你的投资工具 复理投资要趁早 晚年生活才能好 喜欢学愿的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按订阅 记得要按全部开启 投资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 ETF是指数股票型基金 还是基金的一种 ETF跟基金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基金跟ETF他们两个都是一样 都是投资一篮子的公司 差别就在于说基金 它是由经理人去做主动管理 主动选股 ETF它是追踪指数 它是被动管理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基金它的交易成本 像是经理费、保管费 就会比ETF来得高 基金经理人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它最重要的KPI 就是要打败大盘指数 不然大家就买ETF就好了 为什么要买基金对不对 所以基金选得好的话 它的绩效就会胜过大盘很多 台湾的基金种类非常非常多 有全球市场 有各个区域 各个产业都有 各产业像是 科技牙、绿能、精品、水利、ESG 还有像是散型基金 哦 通通有 多到让你真的拭目不暇己 如果你真的要选哪一档基金的话 你认真选 你就会觉得说 好像是留姥姥进大观园 让你瞠目结识 不晓 到底要从哪里开始下手比较好 薛人在这边先小小分享一下 我实际投资ETF跟基金的心得 基金最大好处是选对基金的话 它的报酬会比ETF高很多 但投资基金有两个薛人觉得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个是基金它一天只有一个净值 你在买卖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成交价是多少 这个你就比较不好控制预算 第二个是 你在赎回的时间会比较长 一般是T加3天 如果是投资静位基金的话 有可能会到T加8天 在基金运用的变异性上 就不像ETF来的这么方便 我先发现的基金 它们几乎都是境外基金 也就是因为这样 它们是没有涨跌付的限制 来股热门的ETF 像是大盘指数ETF0050、00608 或者是高股息ETF0056、008 878、00919、00929 因为是投资台股 所以就会有涨跌付10%的限制 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投资朋友 就在我们频道下面留言说 他投资的基金绩效是几百% 打败ETF胜过很多 这个原因就是在于两个 第一个是经营人它是主动投资 选对表底的话 它就有机会可以获得超额的保存 第二个多数基金它是没有涨跌付限制 投资ETF都是用台币 投资基金你可以用台币也可以用外币 如果你本来就有外币账户的话 你也不打算换回来台币 那你就可以用外币账户扣款 虽然你就不用担心 你在换回的时候就会有汇差 因为虽然曾经犯过一次杀 就是我在投资基金的时候 就看到说 我用外币扣款的绩效 比台币扣款来得好 我还愿意让我特币去换回 我记得我那时候换的是欧元 大概是45元台币换1块钱欧元 结果我在赎回的时候 我赚了报酬 但我赔了汇差 我到现在欧元 都还没回到我当时买的价格 45块的价格 所以我才会建议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投资基金 你有台币的话就用台币扣 不用特地去换回去用外币扣款 投资基金有个地方很特别 你一定要特别留意 基金一天只有一个镜子 它不像ETF 你在台股交易时间里面 你看到你想要买想要卖的价格 你只要拿起你的下单软体 按按就可以买卖了 基金不是这样子的 No no 所以你在买卖的时候 你不会知道成交价格是多少 这部分比较不透明 如果运到大跌的时候 你买的价格 可能就比你设定的价格来得定 可是相反的 遇到大涨的时候 你买的价格 就比你预想的价格来得高 不过好处是 它适合长期投资的朋友 因为基金一天只有一个镜子 你会觉得看盘很无聊 你就不太会去看盘 你在工作上在生活上 你就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基金跟ETF在购买管道上有茶油 基金你可以在银行券商 或是发行或代理这档基金的 投薪公司里面购买 ETF就跟你在买卖台股一样 跟券商下单就可以了 以持股透明度来看 基金每个月会公告前10大持股 如果你投资的是陕西基金 它持有的就是基金 所以它公布告的 就会是前10大基金 ETF是你每天可以在发行的 投薪公司它的官网上 找到这档ETF 它持有的前10大持股 还有它持股的一个权重比例 有一些还会公布到前20大持股 至于投资朋友最爱的配息 在ETF跟基金上面也有差别 太过ETF几乎都是配息 而股票型基金 如果它没有特别著名的话 一般都是不配息的 配不配息呢 各自有优缺点 配息的好处呢 是你可以在特定的时间里面 你可以拿到现金 可以让你花佣 一点是你钱拿到手啦 那你本金减少 你累积资本利得呢 就相对的会比较少 我想呢 这也是基金它在长期报酬上面 会胜过ETF的原因之一哦 现在投薪越来越用心了 如果是有配息的ETF呢 几乎都清楚标示禁止的组成 我们就以0.919为例哦 你可以在投薪的公网上面看到 它每日交易日的禁止资讯 我们1917号这一天来说 面额15块累积可以分配的投资收益 也就是股息跟平准金有2.66元 累积的资本利得有3.48元 合计的禁止是21.14元 投资朋友就很容易去掌握并计算说 未来这几季 00919它要的配息状况 你也就比较好去规划现金流 投资基金呢 一定一样会有禁止 再认为从其中一家投薪公司找到的资料 光是月配息的种类呀 哦就分四种分的也有构息的耶 我不确定投资朋友没有看过这样的讯息 那我在这边呢就是念给投资朋友听 因为这里面讯息真的还蛮牢蛇的 而且需要动一点脑筋才有办法去理解 所以接下来呢 如果念的不顺的地方再请见谅 这四种分别是 定额加上偶尔资本建议配发股利 还有投资总收益加上偶尔资本建议配发股利 收益加上偶尔资本建议配发股利 加上避险利差 以及总收益加上资本波幅 有人觉得说台股ETF禁止组成呢 比较会像是最后一个总收益加上 资本波幅的部分 另外还另外找了另外三档基金 分别来自于三家不同的投资公司 大家可以看到基金公司 它在禁止的组成上面呢 它只会写说禁止多少 它不会写组成来源 从这一点来看啊 讯人会觉得说台股ETF 它在配息的透明度上 会比基金来的透明 大家在投资基金啊 会留意到他们会写上一个大大金预 本基金之配息来源可能来自于本金 这句话是说你拿到息呢 可能是来自于本金 为了避免这样状况呢 你可以留意说 你买资党基金 它的金指走势怎么样 如果走势呢 长线是这样 往上的 那就OK 但如果走势呢 是这样 嗯 往下的话 哦 那就要留意咯 这就会很像买了个股 你可能赚了股息 但你会赔的价差 ETF的配息呢 来自于股息 评论金及资本利等 ETF里的评论金呢 就比较像是基金里面的本金 有满多投资朋友会在意手续费 基金是主动投资 而且很多是境外投资 那台股市场呢 相对国外来说是小的 所以投资基金的成本呢 费用也会比较高 不过选对基金 它报酬是很惊人的哦 我们可以看到基金ETF 就我们综合来看 分别在一年三年 五年它们的报酬 我们不看杠杆型的商品哦 版上呢 前20名只有一档ETF陆榜 台湾富邦中小00733 哦 这档真的表现很不错 这边也可以验证说 选对基金的话 它即将会胜过大盘级ETF哦 基金跟ETF各有爱好字 我们要不开放的心 去看待不同的投资工具 即使不认同呢 我们可以当做是一种学习哦 许人实际投资基金跟ETF经验哦 投资基金的好处呢是 刚前面也讲过很多次了 选对基金呢 报酬比ETF好很多 小缺点呢 是它交易成本呢 也会比ETF高 不过如果它在绩效表现上呢 能够比ETF好 许人觉得这还好 不用太在意 你要在意的是 万一它表现不好 才要真的在意 许人在实际投资上会觉得 买基金 最重要两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前面刚提到的 一天只有一个禁止 你在买卖的时候 价格比较没有那么透明 还有呢 第二个 你在赎回的时间会比较长 台股ETF呢 一般是T加两天 但是台股基金的话 它赎回时间是T加三天 境外基金呢 会到T加八天 这如果你要临时用钱的话 就会比较不方便 其实每一样投资工具 都有它各自的优缺点 没有哪一样工具是 绝对完美或绝对好的 如果你问一个赌徒 什么投资工具最好 它可能会跟你说赌博最好 因为赢家可以通吃 对我们来说 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获利 找到适合我们的投资工具 能够让我们获利 能够让我们赚钱 都是好的商品 希望这集影片对你有帮助 虽然很好奇 你是投资基金 还是ETF呢 还是当然的选择 两个都要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跟我分享 来啰 学员的活动才能来啰 投资获利简单三步骤 选对标的 定期定格 然后action 就完成啰 不离投资要成长 晚年生活才能好 喜欢学员的影片的话 帮我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下面小铃铛 要既然全部开启 才是到明天 拜拜